真的 我有認識一個德國的女生 然後因為最近是聖誕節 大家就開始想說 那就來交換禮物 但因為我們幾個都是好朋友 所以我們就想說 不要收到太爛的 所以我們有訂了一個價格 就是一定要 3000塊還好吧 算高 如果幾個好女朋友 我們幾個都是認識很久的好朋友 因為像其他的局交換禮物 可能就是 那種就還好 但是因為自己好朋友 想說可以送彼此好一點的 我們就訂了一個3000 然後因為他那天沒有來 我們就在討論說多少 3000、3000是不是好 我們就打電話 跟那個德國女生跟他講說 我們那個就是訂了25號要換禮物 然後他就說真的啊 然後我們就說 但是我們禮物有一個那個上限 就是有一個下限 就是你不能低於多少 他就說那你們是訂多少呢 我們就說我們訂3000 聽話直接放掉 沒有 他就直接大叫 在電話裡大叫 他說3000 也太多了吧 我們就說3000會多嗎 不然你覺得應該多少 他說 你說台幣嗎 300是可以買到什麼啊 真的 他說對啊 台幣300就可以了吧 我們就說 台幣300 你連那種399吃到飽 我都不夠吃 對啊 小氣是真的來自我父母 因為 我爸爸就是非常嚴重 像好 我第一個想到的意思就是 我爸爸 我們 我跟我哥哥12歲生日 他沒有送我們 禮物或是錢 他送我們股票 那問題 對 你們可能覺得很好 可是一個12歲的小孩 根本不會玩股票 是啊 對 那我們根本沒有 馬上領到什麼錢 他說你們以後 你們等那個股票漲 你們就可以領到更多的錢 可是問題是股票是他管的 不是我們12歲的小孩子管的 所以等到 可能5、6年後 我們已經忘記這件事情了 他也自己沒有提醒我們 所以我們這代表我們完全永遠沒有得到生日禮物了 對 我覺得他就是利用這一招 然後最嚴重的是 我爸爸太愛股票 他就是 跟我哥哥講 我要買股票 可是他的眼睛不好 他還不會用電腦 所以他很需要我哥哥的幫忙 但是我哥哥很不想幫我爸爸那個忙 我哥哥也很忙 自己也很忙 那個 學業 那我爸爸就說 好沒關係 如果你幫我 賺點錢 就是股票 我會分紅 然後我哥就 這樣子我有一點 那個 我很想幫你這個忙 好 那結果 過了幾個月 我哥哥也真的是 幫他每個禮拜 花一兩天的時間 看股票 真的賺了一點錢 然後我跟我爸爸講 你看現在多少多少多少 要賣嗎 他說好啊 買 然後我爸爸總共 賺了可能 兩三萬 那個 歐元 歐元 多耶 很多耶 很多耶 那我哥哥說 那你現在可以分 可能 他們攤了好像 10%還是20% 都是很忘記的 那我哥哥說可以嗎 然後我爸爸就很生氣說 不要 對 因為我以為你會每天幫我看 但是你只每個禮拜看一次 我不會不想分錢給你 就很誇張 我爸爸就覺得那我自己繼續投資 我就不分給 他覺得他自己比較需要那個錢 我哥哥就很生氣 他因為這件事情 跟我爸爸斷關係了 啊 啊 斷絕負子關係 可以這樣講 好 我們來看第五名 好 再往下一名就是 巴西 真的 怎麼會 對 往下就是代表 月不小七 不小七 八 可以這樣 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然後他認識了一個巴西的男生 那個男生對他 真的就是好像很喜歡很喜歡 女生看到路邊他有一個 一百塊的手機殼 然後他暗示他暗示非常的久 他竟然 男生沒有任何的表示 結果他們到下一攤的時候 有賣那種超級貴的仿帽襪子 竟然五百塊男生二話不說 就馬上買了 這個男的也太小氣太愛自己了吧 我去巴西朋友家 想跟他這個水洗個澡 然後他說水很貴就不要洗 可是後來我問其他朋友才知道說 說這個巴西朋友 寄一天洗兩次 所以只是他很少吃 巴西人比較喜歡打中臉充胖 然後他們喜歡 經常沒有錢 也喜歡去借錢請女生吃飯 不是 洗澡那個 他就一天洗兩次 然後你又再去洗一次 把他用掉了 就把他扣打用掉了 真的 其實比較貴啊 可是我跟你們講 第一個你沒有看到嗎 他說 巴西人沒有錢還要請客 就是代表我們是狗大方吧 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 比如說 對女朋友們可能會比較小氣一點 對台灣女生來的時候 可能比較小氣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 看狀況 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次找到女朋友 我幫他賣了一個耳皇 然後我覺得 這個是還不錯的禮物 結果我們就 過了幾個月就分手了吧 沒辦法 後來我就跟他說 還是OK 沒關係去等朋友 後來我看到在路上 牽另外一個男生的手 他新的朋友 喔 還是帶我送給他的耳皇 哇 這還好吧 不行啊 這個不行喔 這種不行啊 那你當初叫他送還給我 把他扯下來 才一點有這種的感覺 你送他就是他的啦 為什麼不能帶 對啊 這還好吧 那個就是代表我的新衣啊 他現在耳皇又 又我送給他的感覺 他還 太噁心了啦 有一些比如說 好 這個就是巴西發生的事情 就是這個水的部分 水真的很貴 水很貴 水費多貴 一個月可以到多少錢 我在巴西 大學的時候 一個月可以超過 三十千塊台幣 一個月 也太貴了吧 水費就是會一直漂 可是水不夠 或一百塊美金 飄 就是可能會飄來跑去 浮動 浮動 實價 十價 那這樣真的 台灣一個月這樣用的 還三四百塊啊 對啊 真的 所以那時候剛好找到了一個女朋友 就想說好吧就 嘗試建築他家 就是要多陪他嘛 然後 可是那個女朋友就 什麼都 都是他付啦 就是幫助啊什麼的 可是有一些東西 可能還是莫名其妙會壞掉了 然後他就是要跟我拿錢 例如說 他的馬桶壞掉了 就是那個案件 然後他就說 Wiya你可以幫我修嗎 我就跟他說 錢呢 因為你知道嗎 巴西要修這些東西 真的很貴 然後我說 你幹嘛這樣 你每天在我家裡吃東西 我從來沒有跟你 要那個吃飯的錢 你這麼小氣 連個馬桶都幫我修 我說真的很貴 我就幫你想辦法修 結果就想了一個辦法 怎麼呢 每次在他洗澡的時候 就把一個馬桶放在我底下 然後 用那個洗澡的水 剩下來的馬桶的水桶 就倒下去 那個就可以用一個 從水的方式 這個方式不錯 可以省錢 在水費 也可以不用叫那個人來修馬桶 後來呢 過了一個禮拜 大的電風扇壞了 就是那個電風扇 不是只有三個葉片嗎 其中一個就壞掉了 所以每次要打開那個電風扇 就是抖抖抖抖抖 就沒有辦法用嘛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要不要買一個新的 我說買一個新的真的很貴 你不要買一個新的 這個還是可以用 電風扇也很貴 可以修 很貴啊 很貴啊 所以我就跟他買一塊錢 沒問題 我就幫你修 我就去找那個很大的塑膠片 然後就是 用一個剪刀去接那個塑膠 然後就做了一個葉片 貼在那個電風扇 一樣可以用 他轉一轉會被那一片射出來 殺人電風扇 那個效果更好 我跟你講 可是後來呢 我們粉碩的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後來有一天 真的射出來 不是 還把他頭削一半 後來他有一天 他就去我家吃飯啊 然後就想說 就準備一個東西給他吃 結果他坐在那邊吃東西 就發現一個很亮的風 飄在他的脖子上 他這樣子往上看 有女鬼 不是 冷氣 我就說 可能嘴巾比較熱吧 就賣一個冷氣 然後他超生氣 說你來我家 馬桶壞掉了 電風扇壞掉了 你都幫我出一包錢 對 然後你買冷氣 對啊 而且你家自己還有游泳池耶 真的 喔 那你怎麼那麼小氣 你可以從你家游泳池 撈水去他家 他還抽頭幾萬次 我看這一集根本為你而做吧 你家的水也可以 寄去巴西給他浇馬桶 寄過去喔 那我想問 就是巴西的衛生紙也很貴嗎 很貴喔 因為我有一個巴西的朋友 真的假的啦 怎麼算 怎麼算 就是我們巴西的衛生紙不像台灣這樣子 就是比較小 你比如說賀少俠那一包要多少錢 一盞一百是不是 大概 沒有沒有大 大概 兩百塊台幣 很貴 為什麼很貴喔 這樣台灣一盒才二三十而已 而且就是 一點牛啊 沒有那麼多的 賀少俠你那一包多少 好貴耶 總共有十包 一百三十多 對啊 對啊 而且是這個牌子還算貴 這個牌子還算貴 對啊 我之前為了課程的關係 就是認識了一個巴西朋友 跟他 就是不小心跟他分衣組 那你小心一點嗎 真的 我那時候真的要小心了 因為那時候就是 冬天嘛 我那時候感冒 然後為了做報告 而去了那個巴西的朋友去做報告 那時候搞不好一次就比水 因為我就 用就是 那個衛生紙而已嘛 我就用了 三張抽了 其實 一次抽三張 好多耶 你掉了他的命啊 我現在才知道了很多 對不起 五牙 他跳起來了很多耶 那時候 那時候 很嚴重的跟我說 欸 抽一張就可以了 我說 有什麼啊 我可以送他一包啊 其實說實話 因為他在那邊還在懶惰 其實 就是讓他用水洗比較划算 還是 抽一張衛生紙比較划算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喔 按下鈴鐺 讓你及時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看我們這些精采的內容 趕快點選這些影片喔